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8日 星期四 這次繼續跟大家講講香港的新聞 跟大家講講平行時空 我們為了加強新聞的內容 所以就是會將一些 快速 錄音的時候 那個 出現的新聞 會跟大家 盡量講解 這次要講就是明報的頭條 明報就說 早前剛剛拘捕的這個所謂 爆炸品案件 跟一個page 叫做光成者 這個組織有關 全部人被控 串謀恐怖活動 三個學生就是需要還押 其中一個只有15歲 15歲那個 就是最年輕 被國安法控告的人 目前其餘的6個人就是繼續有保釋 另一件要講就是平行時空 一方面你拉 一個地方的學生 說他們在 搞恐怖活動 另一方面 就跟你說香港現在失業很嚴重 大灣區在等你們回去 有新機遇 這個就是出自大公報 好像 最新連東方也跟了 就說這個是大灣區 9000個公職 預備了給香港人 叫香港學生 上去 競爭 說有新機遇 你說真是很恐怖 詳細在說之前 請大家就是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兩個頻道節目 尤其是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更加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面對著Youtube 又是有黃標出現的大量打壓 我們有大量的節數 無端端就給他黃標 不給賣廣告 所以請大家就是幫我們鼓一下這個星期二日報 繼續 節目按LIKE 繼續建設性留言 統擊五毛 尤其是後備頻道更加重要 請大家就是 繼續 欣賞廣告 點擊廣告 尤其是後備頻道 繼續 用無限loop大發 幫我們打開節目清單 播放 最好從早上播到晚 最好回公司播 請大家真是好好珍惜 免費模式 如果再是被Youtube持續打壓下去 那就真的可能又要再零謀出路 我們一向都希望大家留錢在身邊 所以一直都沿用免費模式 正正打算擴充 新聞業務的時候 受到Youtube 黃標打壓 絕對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希望大家幫忙 鼓起星期二日報 盡量用星期二日報 無限loop大發 星期二日報的黃標是比較少的 與此同時 請大家記得LIKE這個星期二得道的Facebook 我們也會考慮盡量做 一部分的文字媒體的工作 就會放到Facebook 因為Youtube就不適合出文字了 其實 我們也有可能考慮會用Page做直播 在有需要或者有特發新聞的時候 請大家 去幫忙按LIKE 說之前還有另一則新聞想說 就是政府 就是繼續 不用管大律師工會的反對 預備向 立法會提交 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 聽到逢是修訂條例草案 也沒有一件事好 當時 就是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草案 搞到香港有反修例運動 但是這次 就是針對著 這個大律師 為了甚麼呢 政府就是為了那些政府律師 可以不需要 有大律師的資格 都可以 就是被委任做資深大律師 聽到這裏 就是覺得 匪夷所思 又來了 條文寫明是容許沒有大律師資格的人可以成為資深大律師 這是甚麼邏輯來的呢 最簡單的理解就是你最低限度也要有大律師資格 才能夠做資深大律師 意味著 政府最新的agenda 就是繼續要獎賞那些 在政府 幫他做打手的律師 還要 把他發水 委任做資深大律師 其實我們很早已經預言 香港的法律界一定會滅亡 你現在再看到 幫政府做打手的 就能夠做資深大律師 換句話說 香港這個大律師的行業 已經 跟 西方世界 跟英國 尤其是 徹底脫勾 換言之 你再過多幾年 那些政府委任的資深大律師 全部是基於 幫政府做完爪牙之後 他就聘請你 頒獎章給你 跟大字經分章沒有分別 所以幾個新聞好像沒有關係 但實際上全部都是統一的新聞 每樣東西都有個盟絡 香港正在惡化 已經不是 今時今日的事了 只不過 加速速度比大家想像中更快 一個地方 大律師工會說甚麼呢 政府不用管 中二委任自己的律師 做資深大律師 中二委任自己的律師 中二委任自己的律師 然後再拘捕了幾個學生 說他們是恐怖份子 說他們搞恐怖活動 控告 只有十幾歲的學生 說他們違反國安法 這是甚麼社會來的 一個甚麼國家 甚麼社會會發生這樣的事 我真的看不透 這個世界我想也找不到別的地方 像現在香港那麼瘋狂的 一大堆 法律界 說得難聽一點 你們是敗類 你控告 那些十幾歲的學生 基本上是用思想來入罪 也不用問阿貴 香港警察講的那些甚麼 已經去到實質行動 又圖文並茂 很明顯都是生看白做的 桌上有張紙 桌上有張照 說拍著 香港 然後你又說他想炸紅磡海底隧道 九成九也是這樣 又說已經不是 策劃階段 已經是實踐了 所以我剛剛才說 你那個叫人捐肝的藍絲 如果按你的標準 他簡直就是恐怖份子 圖文並茂 叫人開車撞示威者 這是甚麼社會 我們真的看不到這個地方 為甚麼不會 你要去這個地方重生 基本上 他不是在煉獄裏面 基本上也做不到 已經壞到一個這樣的地步了 以前香港人不明白 中國大陸可以有多邪惡 不明白為甚麼社會可以人吃人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一大堆人為了上位 甚麼做甚麼事都可以 怎樣迫害下一代都可以 三個中學生 一個17歲 一個中四學生19歲 一個 中三學生只有15歲 你告他們串謀恐怖活動 正常的西方世界 一個未夠16歲的人 本來可能在香港以前也是這樣 一個未成年人 去兒童法庭 是千方百計想怎樣頒保護令 去保護兒童 你看現在 把15歲學生 強行帶進去控告國安法 說他們恐怖活動 你這個甚麼社會會無端端 會有學生會去做恐怖活動 不如你告訴我 事到如今 我們也不會認為這個地方是會無端端 會變好 其實大家只能夠寄望 在煉獄那裏可以重生 換句話說 我想這個地方也要先下地獄 對著十幾歲的學生 我們看看他們在做甚麼 這時候 那些偽善 的報紙 很多人留言都說得對 那些藍絲 罰口蛇心全部都是 罰口說得很好 捐乾不見他們捐 一大堆理由 每句都說 好人有好報 但他們自己在做的事 就是 支持一個政權到處去殺人 到處去迫害其他人 這幫人還不是罰口蛇心 一方面說要搞好經濟 另一方面 就是對付學生 對付年青人 對付香港人 對付手無寸鐵的人 原來是這樣搞經濟的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再說甚麼都沒有用 這個世界沒有人會聽得入 除了你 100萬藍絲之外 但是100萬藍絲從來都不會跟著你走的 你經常叫人回大陸 誰會理你 是不是 大灣區要招聘港澳學生 有9000個公職 叫港生去競聘 這個就是出自 大公報 這個聘請單位就是廣東事業單位 之前說公開招聘過兩萬幾個職位 報名人數就說有11萬 以上就是差一個位 說真的 你公佈甚麼數字 我們也不會相信 親眼看著你毀滅香港 對付 每一個香港人 你現在又嫌勞動力不夠了 叫香港人上去 幫你提供專業力量 所以我們其實說了很多次 為甚麼要離開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要抽空這裏 但是我也會 很理解 精神上很支持 就是決定留守的人 但是請大家留下的人覺得自己 要有份覺悟 就是在做地下工作 香港除了革命 沒有第二個出路 這個地方已經壞到透了 有哪個地方 你告訴我 會有中學生出來搞恐怖活動 不夠16歲的人 被你拉上去 告國安法 告恐怖活動 正常安穩的社會 16歲 以下犯案 最多就是 兒童法庭 還會受到 政府 重重保護 怕他們在外面學壞 香港現在不會了 回不了頭了 就算有新的機構 去做我上述所說的話 那些就叫做再教育營 這個地方 真是 為甚麼會有良烈士出現 其實大家真的可以清楚理解 我們今節就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大公報寫的垃圾文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你也不會想聽懂了 基本上也是一篇 其實是奇聞共賞來的 只是說最後一段 我再說一次 這班人 用了最好的字眼 全部人是佛口蛇心 最後 還說回大灣區 實現懸狐濟世的夢想 你吃屎吧 有甚麼懸狐濟世的 回去研究病毒 輸出全世界就有份 這節就講到這裏了 下次講下話題 拜拜